大家好,我是道士館,最近是在電出周佑君的雅花以及碟骨巴特的拼貼展 经历明德大学表示,因为这位周佑君是很出名,可以跟中华电出是非常难得 今晚欢迎明镜,有机会来到学校来欣赏 明德大学当你电出周佑君的雅花以及碟骨巴特的拼貼作品 作品是相当的美类,让看到的人都是很困定 明德大学表示,其中碟骨巴特的拼貼是作出各种作品 可以说是什么中的东西都可以拿来用 是一个化妆镜,珠宝盒,甚至是一个小桌式 或者是你可以再利用把它外盒做包装,做一个美化之后 你这样的面子盒就新增了它很多的功能跟生活的美感在里面 那这样的一个创作在生活当中 其实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理念就是要落实所谓的生活美学 那生活美学就是说,你任何一个美感的创作 其实是结合生活的必须功能 经济明德大学表示 周佑君在雅花以及碟骨巴特这方面都是非常出名 可以来中华电出,可以说是相当的难得 其中,他在雅花这方面,还有他数个来做主题 让人在观想的时候都是很配合 他是用四季,四季当一个主题 那四季它有各种花卉的这个开展的漂亮 那也有一些建筑或者是一些花谢的美感 盛开的,有花谢的,然后有配合这个山水的 那另外还有在森林当中的一些美景 所以周老师我们这一区所看到的雅花的这个作品 其实他是用四季跟自然环境的一个结合 然后把各种不同的植物跟山水甚至建筑物来做一个整体的搭配 然后形塑出一种美感 明德大学表示 因为这些作品都是很美的 所以这一次周佑君的作品店 电线的时间也特别等 希望让各个社会的充分也还有民众可以来观想 也欢迎鄉亲 如果有时间可以来明德大学观想 中文新闻创工评比头报道 第一个都